长江后浪推前浪 一浪更比一浪强 近日有网友筛出德云三宝专场的演出照片 照片中许多网友发现观众席上有许多座位都是空空的 并没有坐满 而反观德云三小的专场可以说是场场爆满 对此许多网友表示 长江后浪推前浪 德云三小是将师叔们拍在了沙滩上 如今的时代可以说是流量的时代 干什么都讲究流量 一个大牌网红可能比一个明星赚的还要多 娱乐圈更是如此 演员实力再强 没有流量也是白搭 如今这股风气也吹进了曲艺圈 就像德云社的专场演出 德云三宝专场上座率惨淡 反观德云三小专场场场场场爆满 许多网友也将这两组专场演出 比成了流量和基本功之间的较量 德云三宝是由德云社最早的一批演员带队演出 像孔云龙 李云天 李赫彪 可以说是德云社最早的一批徒弟 基本功那是没得说 都是郭德纲手把手亲自交出来 在德云社中可以说是数一数二 再加上德云三宝在早几年前就已经成立 2019年的专场巡演可以说也是场场爆满 按理来说不应该上座率如此惨淡 但却连一半都没有达到 而反观德云三小组合是今年刚刚成立 成员都是郭德纲徒弟的徒弟 德云社辈分最小的演员 但却是场场爆满 一边是郭德纲最早的一批徒弟 一边是郭德纲的徒孙 徒弟肯定比徒孙基本功要好一些 但上座率却出现如此大的反差 许多网友表示基本功没有干过流量 相比德云三宝的一众师叔们来说 德云三小的粉丝 基数可能是师叔们的好几倍 有流量自然粉丝多 粉丝多看演出的观众也就多 所以这种现象也不难理解 秦潇贤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在德云斗笑社中 秦潇贤因为粉丝多 每次参加演出后 德的票数可以说是最高的 但他自己深知 自己的基本功跟师哥们没法比 但因为粉丝多 所以才得到很高的票数 因此还被骂了许多回 德票高不一定是业务能力强 就像卖票一样 郭德纲在采访时就曾说过 出去干商演去 高峰干不过月云鹏 但从艺术的水平上 高峰完胜月云鹏 所以出现三宝专场 票卖不过三小专场 也就不足为奇了 近几年来 德云社可以说一直都面临这样的一个尴尬的局面 努力提高基本功的演员们 却干不过一个流量演员 在社交平台上晒的一张照片 但基本功却落下了 想想几十年过去后 那些苦练基本功的还可以在台上演出 流量过去的演员 基本功差的 怕是无法再登台 相声舞台 怕已经没有他的容身之地了 所以说不能只看一时 相比流量 基本功才是更长远的发展 你们觉得呢 三大 一样